触发运动 寒羞草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清脆的草地 有一群娇小害羞的小草 正在享受温暖的日光绿 它们是寒羞草 因其叶片受刺激 会闭合而得名 是常见且容易生长的植物 可以在公园草地等空旷处见到它 寒羞草有长长的叶柄 叶柄长出羽轴 羽轴两侧 有小巧可爱的长椭圆形小叶 排列成羽毛状 叶子的肌部比较厚实 称为叶枕 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是因为鹏鸭的改变 植物细胞充满了水分 而水分对细胞壁施加的压力 就称为鹏鸭 鹏鸭让寒羞草的荆叶 有活力的舒张开来 一受到刺激 叶枕中的水分 就会大量从细胞中流失 失去水分与鹏鸭的叶枕 无法撑起叶片 就会造成叶片闭合 你瞧 轻轻一碰 害羞草就敏感地收起叶子 姿态就像是个羞怯的小女孩 真可爱 合起来的叶子 就像是一对对的绿色小翅膀 等待棚腰恢复 下垂的叶子又会重新舒展开来 朝气蓬勃 这就是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而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其实是一种防御的机制哦 瞬间闭合的动作 可以吓走靠近的昆虫或小动物 加上寒羞草的筋与叶饼 长了绒毛与尖刺 有这些武器 娇小的它再也不怕被攻击咯 有机会到户外走走 不妨在草地或公园里 找寻寒羞草的方宗吧